如果有一种色彩能代表中国 那么红色就是最显著的元素符号 作为传统东方年的主色调 作为千年积淀的文化信仰 红突破了图形语言的局限 在年复一年的流行中 张扬着存在感 对于中国人来讲 无红不喜庆 无红不忘运 所以无论是求吉祥好运 还是欲本命年祈福那吉 红色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并不是红色运用的越多 就越能开运的 就像家居环境 一般推荐用温和的颜色作为主色调 人住进去才不会有损自身气场 今天就来看看 在家居中有哪些地方不适合用红色吧 红色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吉利的颜色 但对于风水来说 有些地方是不能放红色的东西 如果不小心放置了 是极有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而以下这几个地方 最好不要摆放红色的摆件 很容易影响家居风水 1.不能放在炉灶周围 红色的东西是不能放在炉灶周围 红色属火系 炉灶也属火系 如果把红色的东西放在炉灶周围 火系与火系会相互碰撞 就会改变其风水 容易发生火灾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与损失 所以千万不要在炉灶周围 放红色的东西 2.不能放在钱包里面 红色虽然代表着财运 但放在钱包里就代表着花钱块 把红色的东西放在钱包里 是难以有积蓄 所以钱包里是不宜放红色的东西 而且钱包里有红色的东西 是很容易冲撞主人 影响主人的身体健康 3.不能放在客厅正西方 红色的东西是不能放在客厅正西方 正西方为大吉之位 在这个地方放红色的东西的话 会影响主人的财运 并且容易引起主人的头痛 呼吸不畅 精神病等疾病 长期以往 长期以往是很不利于家人的居住 这是大家都很忌讳的事 4.不能放在电视柜上 现如今电视是大部分家庭中必不可少的一类家电 那么与此同时 电视柜同样不可或缺 一般情况下 电视都会摆放在客厅最正中央的位置 如果电视柜的颜色过于鲜红 不仅会导致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容易受到鲜艳红色的干扰 而且在居住上还会影响家庭财运 形成财政赤字 可以在电视柜上摆放一个皮修 皮修是富贵财富的象征 表示蒸蒸日上的生活质量和财富的旺盛 5.不能放玄关 古时虽然有开门见红见绿之说 但多泛指饰品与鲜花 红色具有警告警觉之意 想到客人开门映入眼帘的 就是大面积的红色玄关或屏风 多少会传递出不宜久坐的感觉 又将贵人拒之门外的倾向 而且这样醒目的红色 不仅会影响人的心情 还会把财运拒之门外 让家里流失不少钱财 一般玄关处摆放招财绿植 吉祥字画 招财摆件或金钥匙 吉祥挂件等都是比较吉祥招财的 厨房 厨房是一所居所当中火候最旺的地方 没有之一 人们常说物极必反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火上加火了 而且五行中火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 火气大量聚集 会烧掉主人在饮食方面的好福气 更会对事业运产生影响 厨房的五行为火 如果红色的元素较多的情况下 会形成五行过旺 造成气场不稳 从而影响家庭的财势和运气 易破财 尤其是厨房在西北方 西北方为前卫即天门 钱挂是家中父亲角色的人的位置 又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位置 一生不亦克 钱挂五行属金 最怕火来克 若再有过多的红色来装饰厨房 为火烧天门 家中的老父亲身体会出现疾病 还易破财 漏财 书桌一般是人们用来平心静气 读书学习的地方 所以一般色调不要过于鲜明 而红色为鲜艳色彩 具有刺激光泽 若书桌为红色 不仅会影响人们学习的注意力 让人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而且还会使人性情急躁 难免会让家中产生不必要的口角之争 特别对于还在成长的小孩而言 书桌若颜色鲜红 除了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健康之外 还会容易导致孩子性格暴躁 缺乏耐心 大多数家庭的衣柜会放在卧室 而卧室又是一个需要安静清爽的环境 让人能够得以放松休息的地方 红色本为刺激性的颜色 热烈膨胀 不仅容易导致视觉疲劳 也会侧面给人带来容易烦躁 不安的负面情绪 长时间下去 还会导致居住者预视不稳 家庭不和睦 同样的 卧室内的其他布置 也不适合大面积运用红色 多使用米色或其他浅色 才有利于正常休息 无红不喜庆 无红不忘孕 我们生活中 不管家里做什么喜事 都会用红色来做装饰 本命年或是犯太岁的人 也可以穿红戴红来增孕必灾 但并不是什么时候 都适宜用红色 要知道 以下这几种情况下 使用红色会犯大忌 颜色在风水中的作用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重要 这些内容 一定要好好了解 丧事既用红色 红色是被给予好运吉祥的色彩 白色表示悲伤 红白二色有冲撞之意 自古以来死者为大 丧事要用白色体现 对仙人的崇敬和怀念 家有丧者都会披麻戴孝 以送死者入土为安 要守孝三年 而在这三年里 诸事不易 特别不易有喜事冲撞 虽然现在的习俗 没有以前那么严谨 但家中有丧事期间 还是不易穿戴红色 家里装扮红色 伴娘不易穿红色 中国人办喜事 讲究的是红红火火 在传统中式婚礼中 新娘穿的礼服 一般都是红色的 如果伴娘的礼服 再选择红色的话 就有抢新娘子风头的嫌疑了 这是很不好的 伴娘可以选择一件 与新娘不是一个色调的服饰 颜色错开就行 如粉色系 浅黄色等 卫生间装修 不易用红色 卫生间是属水之地 易用属金的白色 让卫生间显得安宁静密 清洁卫生 而大红刺眼的颜色 会产生水火对宫的格局 人处在其中 心烦气躁 有损健康 肥皂盒 毛巾架 卫浴产品等也注意 少用有鲜艳刺激的颜色 写人名 既用红色 古时候 一般人是不可以用红笔的 红笔代表 至高无上的权力 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猪批 死刑犯之所以用红色写名字 就是表示 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剥夺了他的生命 古代衙门多用猪笔 记录犯人的名籍 所以古代有了 单书不祥的说法 民间还传说 阎王爷 勾画生死不实 也是用红笔 被红笔填写名字的人 迟早要到阎王那里去报到 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因此 在写人名字时 不可用红笔 非常不吉利 祝不可用红笔 判判 绝不可用红笔